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如果你是音樂迷的話 11月一定是你全年最期待的月份 因為下星期就是本地最大型戶外音樂節 今年將會在9至11號在中環海濱舉行 收睇到我們Style TV的 當然是喜歡打扮的時尚達人 今集我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去看Clock and Fab的穿搭靈感 大家聽台上偶像唱歌之餘 還可以在台下和朋友拍足生物的時尚OOTD 主辦單位公佈了完整的演出陣容 這麼多種不同的音樂類型 相信可以滿足到大家不同的音樂口味 喜歡Dream Pop、Silly Pop的你 可以試試清新自然的穿搭風格 碎花、牛仔都是不錯的選擇 呼應藍天草地 一邊在戶外聽歌、野餐、影相 感覺好像道解一樣非常舒壓 如果想在人群之中成為焦點 可以試試Head to Toe的Floral Print和Denim 趁未真正轉貴 將衣櫃裏面那雙夏日花花衣 牛仔裙都拿出來穿去Clock and Fab 如果喜歡Hip Hop和Rap 就可以混搭獨特另類的Street Style 表現自己前衛有型的衣著態度和音樂品味 運動風當度 時下流行的單車褲、運動短褲 配合Clock Top小背心非常有活力 不單只可以趁音樂節擺脫日常佛美的上班套 又方便大家穿梭不同 Music Zone 追蹤自己喜歡的樂隊和歌手 配色方面 輕便細小的腰包是音樂節必備的潮流單品 可以控出雙手盡情狂歡 還可以增加造型感 簡單又有型 誇張的太陽眼鏡亦不少得 一來可以防曬 更重要可以點綴整個look 不經意地展現氣場 大家可以約一班朋友 一起作上鮮艷大膽的顏色和圖案 一定會令整個氣氛更高漲更進行 聽搖滾的人應該很hardcore 喜歡由頭到腳全黑打扮 型格的Bang T、皮褲、短褲一定會出場 但怎樣跟平日看Bang Show有分別 增加時尚感呢 趁著在戶外活動 不妨試一下健康性感的全黑打扮 例如吊帶Jumpsuit Off Shoulder 連身裙 CFu T 內疊BRA TOP 既保持到黑色搖滾格調又有亮點 大家亦可以花點心思在配色上面 配襯巨型耳環、頭巾、帽等等 可以令全黑打扮不再單調 更突顯個性 Croconfort每年都吸引一大班音樂愛好者 由穿特風格上 大致可以猜到一個人的music taste 或者大家會遇到衣著打扮相近的人 分享同內型音樂喜好 大家又想好穿什麼衣服去Croconfort沒有呢 下次再收看我們Style TV了 Bye Bye TV wisdom üzik book up